什么叫认识战 我举个最简单例 最近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苏州舰不是穿越美国中云号前面 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都说 他穿越过去就是那个距离多少你知道 135公尺没有错吧 你去看只要你关心这个你就知道那个135公尺 我当过舰长 我当时一看那个船 那个苏州号那个速度冲过去 那个尾巴那个浪花之长 让我看了吓一大跳 这么快的速度 那种速度 他7500吨 冲过去的时候 神盾舰美国神盾舰本身是9200吨 这么大的一个船 你知道他如果撞到神盾舰 会得到什么结果吗 当场死亡七八十人以上 重伤轻重伤 两三百人以上 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看到那个后面 那个叫做什么 加拿大舰照的时候 我就特别注意那个 美国的神盾舰 他有没有转 他动都不动 他就一直往前走 他完全没有转动 如果大陆的船从135公尺过去 他会不转 这个舰长不是脑袋有问题 就是实际上根本不是这个135公尺 可是全世界都在讲 每一个人都在讲 国内也在讲 国际也在讲 那因为我不信 我不信有任何个舰长 从135公尺过去 你再30节的速度冲过去 你能够在这里 不赶快转 避开那个危险 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 那底下这两张图 是我做的研究 首先大家看 第一个这个图 这是美国驱逐舰 驱逐舰 Earlyburg那个船 它的舰桥在这 你知道吗 它那个船头是很高上来的 它前面是一个尖锐的 它从这个舰桥 看下去这个角度 我这一段是完全看不到的 完全看不到 然后它看到的地方呢 第一个海一定是在这里 因为全被遮到了 这一段距离可以多长 你知道吗 90.7公尺 这是算得出来的 好吧 90.7公尺 你说我怎么会 对这个东西这么印象深 那我告诉你一段我的往事 你知道你就知道 我当初干张千浩舰长的时候 我们张千浩这个船也行 现在一个船头这样尖的 有一次我出左银港 因为出左银港 我基本上航道就只能这样子走 我不能转来转去的 因为旁边吃水没有那么深 那那时候正好有一艘 刚刚从高雄接舰回来的一个叫做 井江级那种 那种飞弹快艇 在我的左边 那他看到我出现 那我们是一级舰啊 对不对 那他是一个三级舰啊 他当然要停在那里 让我他就停下来了 那我这个人 有时候我在想 我这个人是为人家考虑太多 太扇形了 这真的有时候把我给害死了 我出去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 他在那里前面 可能我四五百码 在那里等我 在我横着这个地方 他船都对着 那我的船是往这走 我如果这样慢慢走的话 我在想他要等多久啊 那些小朋友在那里 那个船又小 那不是很晃吗 所以你知道吗 我都把它加到急速28节 我想赶快冲过去 那他就可以进港了嘛 我才刚加到急速 喊28节 你知道吗 我看到他 我在驾驶台 我看到他 我突然看到他的船尾 白色的浪花 哇吓起来了 你知道看到那白色浪花 就是代表他在动车 他船头在这 他想要切我船头 你知不知道 我这么大的一艘船 他这样都过来 我如果看到他动啊 基本上这一次就完蛋了 我只是看到他 白色的浪花 我知道完了 我立刻喊 左满舵 因为他往这走嘛 我当然要往这里左转 我左满舵 然后我喊全速后退的 我们那个船 最多后退的15节 我喊后退21 我这一辈子 只喊过这么一个 错误的车舵铃 就在那一次 因为我喊后退21 那个航海事官 他立刻拉到后退15 他知道我们那个船 刹车很快啊 那个船都 像抖的这样子的 成功舰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 我的船不是着满舵 我船头还没有动哦 洞都还没有动哦 左边这艘小船 进入到我船头底下 不见了 我在驾驶台看不到他 他在我前面 我不知道在哪 我告诉你 我自然那一秒 两秒三秒 所分泌的肾上腺素 超过我这一辈子的总和 所幸 我船啊 稍微慢了一点 我过了一下子 看到那艘船 从我的右边出来了 就整个头被我遮掉了 然后全船的官兵 他们认为海上开船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第一次开船 全部人都还 比比挺挺的 穿着衣服在那里 没有一个跑 这个老兵看到 早就水里面都跳下去了 那吓就吓死人了 那结果过去了 那天完毕之后 我坐在舰长的那个驾驶台 足足过了一个小时 我的心脏的跳动 没有停下来 那个心 几乎要从嘴巴跳出来 你就知道 我对这个船头 前面这一段这个距离 我印象是多么深刻 所以我刚刚立刻去查 那那个叫他那个美国 那个驱逐舰 多长90公尺 好 现在说了 他说这个船头到那个船 是135公尺 扣掉90.7 我算扣90了 还有多少 还有45公尺 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图 大家来看这一张图 你没看到 这是美国的这驱逐舰 前面他这样子指过去 这里可能45公尺 对不起我写了47 应该45 这一艘船就是苏州舰 你知道苏州舰有多长 160公尺 你认为这个的距离 是要斜拉过去了 有没有两倍 我告诉你 他还真有两倍呢 所以这是为什么 实际上是远远超过 135公尺的 否则这个舰长 怎么可能有这么 这么高的这个定力呢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全世界都说135 怎么样 我就说135 你能怎么反驳我 能够像我这样反驳的人不多啊 因为我也有刻骨铭心的经验啊 所以我能够说反驳出一些道理 就知道 说谎的人就是在说谎 他永远在说谎 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结算他 因为他抓了发话权 因为他站在那个位置 这就是美国 加拿大舰 只有135公尺 代表大陆的这艘船 多么的可恶 其实错了 那个安全的要命 双方舰长看着那样的过去 动都不动 心跳会加速一下 觉得说莫名其妙 你怎么这样 但基本上没有什么大事 这是第一个我要说的 这就是认知在 那我再告诉你 我们国家政府认知在 如火存清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击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 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全都在里面 独自满足